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现在连档铺也难生存 新北市新庄一家50年档铺老店难敌疫情 老板忍痛宣布收店 他说 从父亲手中接下店面 看尽人生百态 不晓档铺都是民众的心爱物 必不得已才拿出来 可惜 等不到客人赎回 加上疫情 导致流档品越积越多 业绩只掉到剩下10% 最后 上万件精品最低一折出清 吸引不少人来抢便宜 民众开心挖宝 不过看在老板眼里却好哀伤 因为从父亲手中接下档铺 已经22年 看尽人生百态 不少档品都是民众的心爱物 不得已才拿出来 可是等不到客人赎回 导致流档品越积越多 加上疫情 业绩掉到只剩下10% 那就让我们就这些新闻 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当铺 盘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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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redeemed my watch from the pawn shop 我从当铺数回了手表 I redeemed my watch from the pawn shop 第二个单字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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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est Now the deposit interest is very low 现在的存款利息很低 Now the deposit interest is very low 第三个单字 成本 Cost 成本 Cost Cost increases with speed 成本是随着速度的提高而提升的 Cost increases with speed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当铺 Pound shop 第二个单字 利息 interest 第三个单字 成本 Cost 今天的新闻英文就到这边结束咯 你们都学会了吗 别忘了 下次再和我们一起 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收听